宫宝鸡丁,呈胡辣粒之味,是源于前菜,流传至鲁而后成于川菜的一道川味菜肴 贵州、山东和四川三地对这道菜的做法不完全一样,称呼也有差异 贵州称为胡辣子鸡丁,山东则名为酱宝鸡丁 而四川就是以宫宝鸡丁为名 相传宫宝鸡丁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熟理四川总督丁宝珍所发明 是他招待客人时叫家出主的菜肴 由于丁宝珍时任东宫少宝,太子少宝,所以被称为丁宫宝 而这道菜亦被称为宫宝鸡丁 宫宝鸡丁的主料是鸡肉,辅料为花生、葱段以及香辛料 由于流传范围较广,各地做法不尽相同 正宗川菜版宫宝鸡丁用的是鸡腿肉原创研究 由于鸡脯肉不容易入味,炒出来鸡肉容易嫩滑不足,需要在马胃上浆之前 用刀背将鸡肉拍打几下,或者放入一支蛋白 这样的鸡肉会更加嫩滑 川菜版宫宝鸡丁原料中必须使用油酥花生米和干辣椒结 味必须是胡辣荔枝酸甜,味 辣椒结炸香,突出胡辣味 新派的宫宝鸡丁会加入萌笋 卤菜版的宫宝鸡丁更多采用鸡腿肉 为了更好地突出宫宝鸡丁的口感 卤菜还添加了笋丁或者马蹄丁 宫宝鸡丁的做法和川菜做法大致相同 但是更注重集火爆炒,目的是保留鸡丁的鲜嫩 贵州菜版的宫宝鸡丁用的是瓷巴辣椒 和川菜、卤菜版本不一样 贵州版宫宝鸡丁咸辣略带酸甜 酸辣是贵州菜区别川菜的重要标志之一 宫宝鸡丁在传入华北以及东北后 当地会加以黄瓜或胡萝卜以调整其原本过辣的口感 不过也因为蔬菜的水分使得菜色风味全然不同